大家好,歡迎來到碧哥頻道 好消息,在2023年11月11日 上水廣場開始PakFanny 今集,我們就去上水廣場 看看有什麼草物有線設施 大家要記得看到最後啦 Tako媽媽也十幾年沒有去過上水廣場 因為Tako媽媽小時候病 而在上水有個兒科醫生醫治我很好 所以Tako媽小時候一病 就會去上水看醫生 之後就會去上水廣場吃 最後就打巴士回家 但現在上水廣場都不同了 一場來到,吃飽飯再逛街 我們去了一間室內的日式餐廳吃東西 整間餐廳只有一個草物有線座位 就是這裡啦 不過大家要留意 座位就沒得雨堤 只限walk in 點菜先 餐廳以日式當飯為主 我們用電話 掃QR code來點餐 我們點了鮮蜜肉麵士湯泡飯 和吉列蠔咖哩飯 這個草物有線座位真的好大 放在Tako加法拉里也沒問題 Tako還有空間逛逛 雖然座位旁邊有對門 但這個是側門 很少人會開 我本身很怕坐大門口旁的座位 因為會人多出出入入 但這個座位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加份 食物的味道都ok 而且價錢親民又有冷氣炭 如果大家帶狗狗來上水廣場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間餐廳 吃飽就逛街了 寵物專家在五樓 我們在三樓等升降機的時候 看到有水機可以免費泡水 大門口是自動門 加分 這裡可以通往晴空花園 晴空花園 晴空花園可以分為兩個區 這一面我叫它做打卡區 這裡有些屬於餐廳的戶外座位 歡迎狗狗客人 戶外座位分別屬於這間西餐廳 和這間拉麵店 晴空花園有消毒初手液 膠袋 和專用垃圾桶提供 今期寵物專用打卡畫的主題是 聖誕節 我去的那一天 剛好舉行無邪初冬市集 順便去看看有什麼買 這一面是晴空花園的另一個區 我們在市集中認識了一位柴犬店長 這麼有緣一定要光顧一下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雖然上水廣場相比其他 寵物友善商場 竟然和此事上都需要再改善 但起碼有多個商場 歡迎狗狗內進 希望寵物友善這個風氣 可以繼續感染其他商場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